又一个张本志和日拼官宣重大决定 前中国选手加入日拼教练组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在视频开始先 辛苦大家 长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的给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本期视频大家聊一下那么日拼最近的一些动态 那众所周知啊其实我们每次提起这个日拼队的话 除了他们备受关注的福源爱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主力之外呢 其实啊还有另外一个选手也是备受关注就是张本志和 除了张本志和的能力比较出众之外呢那么另外一个他备受关注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之前呢是中国籍的选手 但是在这他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母的入籍了中啊日本队 并且呢最终的也代表着日本的去参加比赛和中国队进行个对打 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其实也是备受中日两国观众的一个关注 而除此之外那么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了日本队这边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动作 他们也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官宣 宣布呢啊前中国选手张一博呢也是正式加入了他们日本队的一个教练组 并且呢辅佐这个男队的主教练田士邦石呢进行一个 巴黎奥运后的一个备战 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张一博啊 其实呢他之前已经很早和张本志和一样了加入了日本队 但是在之前当中呢虽然说他也曾经打败过马龙但是很可惜了 最终在整体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他并没有能够取得一个 很亮眼的成绩 所以很多球迷啊提起这个名字的话我估计很多人呢都没有太熟悉 或者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一号员的存在 当然其实现在张一博呢他作为一个选手现在转身成为助理教练的话 那么其实对他一样呢那么整个事业的转变或许也是比较成功 他起码能够继续留在这个乒乓球行业当中呢 继续去追逐自己的一个梦想还能够赚钱养价 而除此之外那么其实张一博他的妻子呢也是之前呢 整个日本女聘的一个教练 所以他和福渊爱的也有很好的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看得出来啊张一博来到日本队之后呢 其实呢他也发展了自己的人脉 包括他的一个事业所以接下来他能否能够啊帮助日本队这一边呢能够取得一个好的备战工作能够争取在巴黎奥运会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呢其实也成为了很多球迷的一个关注 当然其实不管是张本志和还是张一博的他们加入日本队的话也是他们的一个选择那么其实对接一点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什么 那么毕竟呢他们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呢他们也想取得一个 好的成绩能够取得一个啊好的职业生涯当中呢能够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呢去结束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顺便能够用自己的爱好呢去赚一份钱 所以对他们救出如何的选择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球迷的话也都能够理解 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些运动员说虽然他们代表着其他的国家队去打比赛 打比赛归打比赛但是呢一定不要做出损害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否则的话那么可能到时候呢不管是对日本队的这边的网友还是对中国队这边的球迷来说我相信他们都不好交代 我们尊重他们作为一个选手但是呢希望他们也一定要要尊重我们所有的一个球迷那么拿出一个比赛的状态 拿出一个比赛的态度好好去纯粹的打比赛 就像张本志和一样之前呢他也是在采访当中非常嚣张的说要打败中国选手 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其实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一个质疑和批评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还是希望呢不管是张一博还是张本志和 还是之后呢有一些选手要加入日本的一个 啊队伍的话都希望他们能够做好自己的一些行为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